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环球追踪》的直播幻子 我是钟慧欣 先跟大家跟进韩美股市方面的表现 今晚美股偏远 五市场对希腊救援的谈判忧虑 继续令全球市场受压 而另外大家都关注在这个星期五 将会公布的飞龙就业数据之前 是表现审慎的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反复向下 最多曾经跌115点 跌至到17925点 收市来说跌幅收窄 收报在18011点 下跌了28点 至于标准普2500指数方面 就收报在2109点 跌了2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下跌了6点 就是收报在5,076点 两大指数跌幅由0.1% 至于各股方面 公用股受压 而能源股上升 通用汽车 如期上 上月的美国汽车销售 将会录得于9年以来最大的升幅 股价升0.1% 另外 美国的钢铁公司股价做好 全日升8%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余托证券ADR方面 交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是个别发展的 汇控ADR折合港元 是收报74.1% 比本港收市升近1% 中移动下跌近1% 中海油跌超过2% 中石化不靠稳格是偏远的 5%跌了0.33% 另外 中联通升超过1% 中人秀升近1% 中石油上升0.43%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向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了25点 收报6928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跌107点 收报11328点 巴黎克指数下跌20点 收报504点 油价回升 5主要受到美元回软带动 加上市场预期 美国上周原油供应 连续5个星期 亦有个下跌 支持到油价上升 纽约企油收报在每桶 61.26美元 上升了1.06美元 升幅近2% 伦敦布林特企油收报在65.4号91桶 5升了61美先 升幅有1% 金价方面 乘幅上升 美元回软 而希腊的债务问题 以及投资者 对美国经济状况的忧虑 都推动金价向上 纽约期金收报在每盎司 1,194.4美元 上升5.7美元 下一星期以来收市最高位 另外现货金报是1,193.75美元 升幅有0.4% 美元显著回落 而美元指数下跌1.5% 报95.913 在接近两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欧元对美元急升2% 最新报在1.1142 另外美元对日元方面 由12年半的高位回落 最新报124.1605 至于美元对港元方面 报7.7555 而英镑1.5333 瑞士法郎报0.934 加元1.2417 澳元0.776 纽元0.7162 美国负债券方面的情况 十年期报2.25厘 三十年期报3.01厘 外围的情况先跟进到这里 以下的时间 是Gaby 是吗 谢谢Janette 我先介绍这一节的嘉宾 是我们高级分析员王卫猴 在这里和大家说说外围方面的情况 Rafi 早安 早安 先和你跟进美股方面的情况 看到美股今晚就反复下跌 曾经升51点 但最终收市都要跌到28点 幸好仍守着18点这个关口 星期五就会公布相关飞龙责入的数据 对于什么时加息来说 这个时间表可能有提示 但美股方面的情况 会否在公布数据之前 仍然反复上落 对于美股来说 正如昨天和大家说的一点 我相信美股的势头 都会比较反复一点 特别会找18000关 叫做真时柱 最终要等到来 星期五公估的就业数据 虽然在就业数据出来之前 这几晚不是没有东西出的 例如昨晚来说 也有个别数据公布 例如美国的两国民订单指数 虽然说真的有数据出 例如工厂订单指数 但这个数据来说 始终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性 不算太重 所以说出来也好 纵使是比预期为之 叫做矮 也是九月第一次下跌 但对市场的冲击不算太大 也叫做微微向下走低为主 所以正如昨天好 或者刚刚回来也说了 短期来说 导致都是反复着的 未来看也是看上 例如星期五的就业数据之余 例如今晚的ABP 这个私人就业数据 甚至乎当然留意了 希腊方面的势力发展 因此这周五 就是另一笔的 真的还款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觉得暂时 都会受到这几个因素影响之下 美股来说都比较难 有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特别向上方向 比较难出现 另外外卫方面的焦点 依然落在欧债方面的情况 希腊方面 继续跟欧元区方面的债权印 和IMF一直努力达成协议 但似乎依然未有太大的进展 未来星期五又再有另一个 就是还债的到期日 应该怎么看这个情况 似乎变数都比较大 当然你说暂时来计 始终一天都未见到 希腊和IMF欧盟这些组织 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 自然变数仍然存在或是大 但你说会不会很担心呢 正如之前不断都说 我觉得就经过了这么久 虽然这一天都未有太多明确的 特别的市场 但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性 明显地都是小了很多 经过了这么久的时间 大家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甚至乎之前都说过 这次希腊真是假设为虐都好 我觉得你说对市场的真正性 当然不是说没有 我这下第一下一定会有 但劇烈性或持久性 不会太过重或太过耐 所以我暂时觉得又不是太悲观 甚至乎以来我相信 最终也会有一定的方案出到市场 只不过是等时间而过 暂时来计算 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完全的进展 也只是轻轻一些进展出现了 所以看到昨晚来计算 其实是特别 当这个所谓新的方案 是叫做希腊方面提交了的时候 你看到特别美金是对得特别厉害 而令那只欧元是抽上来 这也是明显地给市场的信号 就是似乎大家对这个新方案 甚至乎在星期五 所谓另一笔还款的死线之前 有些惹出来的看法 似乎是落空了一点 所以暂时来计算 我觉得又不至于太过悲观 但正如刚才也说 始终整件事都要留意 我觉得不会这么快 譬如今晚就有个明确的答案 很多时候这些希腊的谈判 都是去到最后一刻 所以有机会 可能都要令市困扰到 星期四至星期五 才会明确一点 有个真正答案给大家 而令到每个匯或者股市 才有些明确的走法出现 跟进港股今日的开市表现 港股竞价时段升了249点 恒指在27716点开始 现时这一刻 最新恒指升162点 做27625点 国企指数继续向下跌120点 最新报14081点 大股成交暂时有90亿 这期时间先讲到这里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继续和Rafi 讲讲A股和港股 今天最新的开市表现 稍后再见